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G7峰会时,一张美国总统川普作著,德国总理梅克尔首称桌子的照片在网络疯传,被外界解读为G7领袖又嫌细,川普日前否认嫌细之说,今天又PO照反击,照片中领袖们都相当和睦。 川普今天在推特PO出摸梅克尔首照片澄清,并表示我与梅克尔关系很好,但假新闻只会贴出难看的照片,当时我正在要求过往美国总统不敢要求的事。 另外,他也PO出自己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,法国总统马克红的合照,直批假新闻说我跟G7其他领袖形同陌路,又一次,他们错了综合外媒报道,梅克尔日前在推特上贴出的一张G7照片,他双手压在桌面上,面向美国总统川普,坐著的川普则双手交叉,一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。 白宫经纪顾问库德洛,Larry Kuglo,法国总统马克红,Emmanuel Macron,英国首相梅伊,Teresa May,等人看起来也面色凝重。